大众请合掌 恭请法师慈悲授课 鼎礼法师三拜 不为礼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尊敬的陈校长 诸位传统文化的同道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我们一起学习 师长老人家 跟雪儒老师 学习经教十年因缘 因为我们知道 佛法是师道 所以这一篇教诲 我们花比较多的时间 一起来深入 在末后 师长 特别 提到 现在最大的 危机 文化能不能继续 传下去 文化 是民族的 灵魂 我们要深刻体会 文化的价值 没有文化的传承 我们俗话说的 行尸走肉 所以师长 看到这个情况 也是非常 忧心 尤其 提醒我们 人生难得 东土难生 所以我们得 用心将 孩子 将学生 教得像人 有人格 真的能 当得起 这个人 人 三才者 天地 人 是可以 占天地 占天地的 化育 是可以 利益社会 利益 世间的 不能 不能是 就像 孟子说的 宝石 暖衣 溢居 而无教 只是 物质的 追求而已 就变成 欲望的 奴隶了 这 净于 禽兽了 这个是 我们几千年 祖先的 担忧 我想 现在 这个情况 比起 几千年前 祖先的 担忧 可能 严重 不知道 多少倍 所以 师长说 这个是 很大的危机 没有文化的传承 人不知道 人生的价值 何在 所以文化 不能传下去 这个世界 很可能会 毁灭掉了 从我们 这一代 来观察 在 成德 所看到的 下一代的 情况 是 一年 不如一年 不是一代 不如一代 而已 但是我们看到 这样的情境 我们自己 也不能够 召集 一召集 自己的 正念 就没有了 又怎么去 护念自己的 孩子 自己的 学生 所以我们 要积极来承担 但是不能 着急 一级的 欲数 则不打 所以孔子这些话 我们都不能 轻易地把它 划过去 这些话 很可能 都是 事情 成败的 关键 而且 孔子 潜持 用具 都是很肯定的 没有 模糊 地带 物欲数 物见 小利 不能求快 师长 也 提醒过了 谁想很快地 把传统文化复兴 会造无量无边的罪业 其实这一 这一段的话 就提醒我们 不能急于 求成 得要 几代人 弃而不舍 来做 我们所面对的现况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而我们 冷静 来观察 这一二十年 左右 我们在 推广 小孩 学习 传统文化 效果 如何 我们得 总结 经验 前世不忘 后世之时 这也是 孔子 讲到 人人 红道 非道 红人 不是我们 背了很多经典 我们就能够 红道 是我们所做出的 行为 跟五伦八德相应 我们就在 这个行为当中 在弘扬 传统文化 比方说 一个老师 他让学生 读经典 读经典 没有错 可是假如 逼孩子 逼到他 厌学了 那这个本身 逼的行为 就已经没有 输到 没有体恤到 他的 接受 程度 那 夫子之道 忠述 而已 所以这个行为 本身 跟夫子的教诲 是不相应的 可是当事人 他不这么觉得 甚至于 他会说 是师长 说的 几岁以前 一定要把 什么背完 他还拿着 师长讲的话 这是师长讲的 这是师长讲的 所以现在难就难在这里 难在我们用的心态 做人做事的态度 是我们以前的习性 可是呢 我们现在呢 又懂经典的教导 又 有听 师长老人家 讲经了 但是我们自己的心 是自己本来的习气 做主 可是我们又合法 掩护非法 这经典上说的 这是师长老人家 说的 所以师长背了很多 黑锅 好多学生 学传统文化学到反感 传统文化这么好 怎么会反感 这个我们都得 我们都得 总结前面走过来的路 所谓前世不忘 后世之师 这句话是群书之药的教诲 所以弘扬群书之药 也是要我们的做人做事 跟群书之药相应 这是人能宏 不是我们又拿着群书之药 去控制要求别人 这样都会适得其烦 所以大学有一句教导 至天子 以至于庶人 一事皆以 修身为本 这句话很重要 这个不能 划过去了 修身 从根本修 就是修我们的心 其实师长的教诲当中 都是在护念我们的心念 老人家说要放置 放下控制的念头 放下占有的念头 放下对立的念头 我们现在 难就难在 我们在 听师长教诲 都用着 自己的分别 爱真的心 挑着听 在挑着听当中 这个听 觉得这句我要 也不是 透过这一句 调自己的习气 透过这一句 要去要求他人 那 师长这么苦口婆心的教导 反而变成我们 傲慢的真上缘 控制他人 他人的真上缘 所以变成 我们 得要高度 能够护念好 自己的心念 自己呢 听 听 师长 讲经 能够护念好 不能 不能 用自己爱真的心 来领受 这些教会 所以师长 有一个专题 叫善学佛法 与传统 文化 这个善学是 地听 这个是善听 师长 以一句经典里面的 教导 来诠释 怎么善学 佛法 与传统文化 地听 是善听 善师念之 善师是善师为 念之呢 是 把这一句教会 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 他会用在一言 一行当中 就像 夫子之道是 忠肃而已 我们这个树道 这个设身 处地啊 就随时 可以提得 起来 就像 我们刚刚提到的 孩子要读经 可是我们也要能感同 深受 每个孩子的 差别的情况 因才 失教 但是我们说 师长讲的 几岁以前 一定要背完什么 我们的执着点 产生了 我们的控制要求 产生了 我们刚刚说 要用对心 要护好自己的心 但是心呢 一产生执着点 用的就是 忘心 整部金刚经 甚至于 师长讲 大波罗经 讲了二十二年 那波罗 是大臣的核心呢 波罗教我们 就是用真心呢 就是因无所住 而生其心 无住 就是没有执着 若心有住 即是非住 有住 就是我们有产生执着点 那就 没有住在真心上了 金刚经又说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我们假如 有过去烦恼 现在烦恼 未来烦恼 比方说 这个当父母的人 很担忧 未来 我们现在啊 就会着急了 那这个就有住了 我们在教孩子的时候 我们就很容易住了 就住在 盯着他的问题了 而不是啊 护念好自己的心呢 孩子是我们的依报呢 我们自己的心念 才是我们的 才是振报啊 依报 是随着我们振报转的 可是我们 一遇到事了 一看到孩子 都是盯着他有问题了 就不是在我们自己 心念上啊 下功夫了 所以要做到这个 因无所住啊 我们得要 观心为药啊 甚至于是从自己 心缘引微处啊 默默洗涤啊 看自己的 这种心念 看得很深入啊 我们也有听到 一些啊 啊 一些啊 情况 深刻体会到啊 不先学小成 后学大成 非佛弟子 小成呢 主要教 做人 做事的 道理 做人的基础呢 在学大成 在学大成 啊 映主也说啊 事有大儒 实有高僧 其实这一些话呢 都攸关成败的 关键 但我们很可能呢 并没有重视到 这一些话 像林哲徐先生说的 实无异 他每一条啊 其实都把 根本说出来 最重要的说出来了 我们没有重视到啊 我们的奴隶就是 本末道次 最后会 适得 其反 所以这些话都不可以 划过去的 比方 行止不端 读书无益 心高气傲 博学无益 那 等于是说 我们在让孩子 学传统文化 假如他的傲慢心 增长了 那不学还好啊 越学越傲慢 越学才华高了 他才胜过 他的德了 为之小人 这个在 知智通鉴 开篇 司马光先生 引了 当时候三家分镜 韩兆卫 分镜 镜国 那个 事件 举的这个 自博 这个历史人物 他才能很高啊 武艺高强啊 但是 很傲慢 自以为是 把自己的家族 搞垮了 最后 演变了 三家分镜 这个是一个历史 我们 引以为戒 不然我们传统文化 我们是希望培养 传承 文化的人才 但是我们执着在 要让他背多少了 而忽略了 心 才是根本 学问之道 无他 求其 放心 而一 他越背 越傲慢 那不是跟 求学的目的 背道 而耻了吗 我们教育 是要掌善 救师 他越背 经 越傲慢 我们就 没有达到 掌善 救师的 目的了 真的 人要从历史 甚至于 从自己 所经历过来的 事情 继续教训 真的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情 我们都 常常在 自己曾经 走过的 路 没有 深刻认知 问题 然后 之后还会再 重蹈 复彻 比方 我们从文化 来看 民国初年 很多人 他读了 古书 可是 他后来 过河拆桥 否定文化 甚至还要 推出 全盘 西化 这个离我们 很近 他 他有那么高的 学术地位 是因为他读古书 积累上来的 可是为什么他 最后在否定 自己的文化 因为他才能很高 孝清尊师的 根基 不够 最后会过河 才巧 那我们 有没有可能 在培养出 这样的孩子 出来 我们对 这一句 心高气傲 博学 无意 我们没有 重视起来 那可能我们 培养出的孩子 就是这个样子 行止不端 读书 无意 所以林哲学 先生 谈的这个 都是 从根本上 去谈 我们不能 忽略掉了 真的 从历史的角度 从经历过的事情 后人哀之 而不见之 亦死后人 父爱 后人已 我们真的不引以为戒 这些情况 还会继续发生 现在最难的 是我们在互念 学生孩子 学传统文化 可是我们都是 成年以后 我们才学的 孔子有说 以以乎 无畏见能见其过 而内自送 则也 这是孔子说的 他老人家提到 他说算了吧 以以乎是一种感叹 他没有见到 能见自己的过 然后内自送 是悔过 这句话很重要 但是我们 有没有重视起这句话 我们现在 自顾了 我们现在 可能最重视的 就是赶快让孩子 背多少 就是赶快 找一间传统文化学校 我的问题就解决了 其实我们 这一年 我找一个 传统文化学校 我的问题都解决了 这个念头本身 就是我们都是 寄望在 外在的 因缘上 我们要了解 所有的缘 哪怕是好的缘 它只是一个住缘 万法 因缘 所生 好的住缘呢 也要我们的 因是好的 因是什么 因是我们的念头 我们要用真心 不能用习气 师长有提到 因地不争 果招欲区 我们因地假如是 急于求成 我们就很着急 你缘分再好 还要遇到传统文化的 因缘 可是一着急 就是控制 就是要求 结果 本来希望把五千年的文化 传承给 孩子 最后变成 造成他反感 因为我们的心 用错了 所以师长曾经说 佛法 是让我们把贪心放下 而不是让我们换对象 所以 这些法语都是关键 我们遇到传统文化 是要更能 返求诸己 更能 承担起责任 而不是要把责任给推出去了 师长谈到教育 我们应该记得 有一段教导 家庭教育是根本 学校教育 是家庭教育的延续 社会教育 是家庭教育的发展 宗教教育 是家庭教育的圆满 那这一段话应该 我们都有印象了 好 那当家长的人 听完这一段话 家庭教育是根本 但是 好像 我们看不少家长 他把什么排第一位 找到一些传统文化的学校 排在第一位 不是物本 家庭教育 是根本 一个人 一个人 人格养成 靠的是家庭教育 所以真的 我们听师长 教导 不能挑着听 甚至于挑的那个部分 不是拿来要求别人的 这样我们会越听越分别 越听越执着 然后谁劝也劝不动 甚至于说 我只听师长的 听起来好像 他很珍惜跟师长的缘 应该不能说 我只听师长 这里面 可能有这种 情词在里面 这里面可能有 自己的强势 在里面 应该是别人讲的话 符合经典 我们就要听 师长教我们什么 依法 不依人 所以人家讲的跟经典相应 就要听 结果变成师长 这么好的老师 是我们很好的 真上员 我们把他变成什么 变成我们强势的真上员 拿着 听过师长讲的话 去控制 去要求 有可能我们之前 还没那么强势 因为学了佛以后 更强势了 师长说的 你学了佛了 造成家庭不合 学错了 这些话都不可以 跳过去的吧 都要重视起来啊 为什么 佛灭度之前 要特别强调 四一法 涅槃经里面强调四一法 我们不重视 这个四一法 我们 随时都有可能 产生执着 一执着了 用的就不是真心了 用的就是忘心了 哪怕我们做的是 弘扬文化这么好的事情 我们可能就是好心了 办了坏事了 很有热忱 但是我们 用的是执着了 比方 四一法 里面提到的 一意 不一语 你要一的是 市长讲这段话 它的意 不能执着在 那个言说的项上 比方说 几岁以前呢 能把什么背完 那个 意义呢 是我们掌握 孩子 这个记忆力很强 学习力很好的 这个阶段 但我们不能 听了之后执着在 一定要在 哪一个时间之内 把什么都背完 执着点产生 最后就逼着孩子 厌血 甚至于 你没有背完 不能吃饭 拿着不能吃饭 做威胁的 说实在讲呢 这个没学佛的 都不会这么干 学了佛了 为什么世间人 干不出来了 我们干得出来 因为我们的控制 因为 我是学传统文化的 我是学佛的 反而我们的这种 傲慢控制 可能比世间的人 还强 他有这个真上缘 所以真的 现在 最着急的 不是去要求别人 不是急于要去把什么事情赶快做到什么程度 现在最要紧的 我们自己用的心 是真心 还是忘心 有助了 有执着点了 就是忘心 对事情 不见得有帮助 我们的心 用对了 这个也是师长一直在提醒 学佛最重要的 学佛最重要的 用真心 用了真心 事情一定往好的方向去发展 所以现在最要紧的 富豪我们的信念 我也曾经 跟 同学们在交流 我们在这个时代 宏富正法 难度很高 以前 宏富正法 讲课的人 是开悟的人讲的 富法呢 是宏法退休下来的人 以前是这么 宏富正法 到我们现在呢 外在的诱惑又 多很多 我们自己内在的烦恼 又比以前的人 多 可是我们还要宏富正法 这个都要有配套 而且这个配套当中 我们也不能 着在这个外在的 做法上而已 都要从我们的心地当中 下功夫 比方说 护法 那我们 在这个时代 还是要护啊 你不护了 法断了怎么办 但有佛法 就有办法 我们能够啊 在自己的起心动念 跟一言一行啊 都随顺经典的教诲 不随顺自己的烦恼 稀奇 我们互法的呢 建立这个态度 再来 具体一点呢 我们做啊 都能照三根去做 照地质规去做 文遇孔 文过心 我们能够让团队的人 没有顾忌的 能 给我们提 他们所看到的问题 因为当局者谜啊 旁观者轻啊 我们都是成年才学的 我们很可能 一做事 陷到事里面呢 就是 强者先迁呢 我们以前做人做事的习惯呢 会陷钱呢 但是我们是当局者 旁观者轻啊 能够 团队里的人 提意见我们能接受 质量是 贱相亲 这些都是配套 还有师长有讲啊 听经啊 不能中断 释迦摩尼佛的身团 假如 几天不听经 一段时间不听经啊 那可能是非人物 也会再生了 这一 师长提的这一段 就很重要 我们每天有熏奇啊 容易把经教提起来 正念提起来 这个儒家也提醒啊 三日不读书啊 面目可真啊 只要不熏奇啊 做事很容易就陷到事里面去 那可是我们 当领导者 假如听到 对 那这个配套就是 团队啊 听经 讯息 不能中断 然后就 安排了 大家都要听经哦 那他一听啊 就变成什么 要求团队的人听经 而不是自己啊 所以现在难就难在啊 经典 跟师长讲的这些 都对 我们的心用错了 有个比喻 醍醐啊 最好的饮料了 心用错了 就好像了 这个杯子里面呢 有一滴毒药了 你把醍醐 倒下去 他还是毒药了 所以陈德 记得啊 十八年前 到一个企业去 分享传统文化 结果他们安排的 通通都是主管 那请陈德啊 跟他们交流管理 像论语 谈的都是管理啊 都是为证啊 半部论语 治天下 那陈德首先呢 请教他们呢 我们今天交流管理 那请问大家 你一想到管理 你会想着要管谁啊 好几位主管马上 说话了 当然是管员工啊 假如我们的心态是这样啊 那学论语啊 那越学 可能管理做得越差了 那问题不出在论语啊 问题出在我们的心偏了 所以现在啊 说实在的 不能随便给人家建议啊 有时候 成德一建议啊 可能造成人家团体的苦难啊 我跟他一聊完 这个主管 通通要给我听啊 就自己不听了 所以现在帮人都不简单 不容易 话都不能随便讲 得要对方的心态对啊 你可以来讲这个话 才能利益他 才能利益他的团体 不然真的了 我不杀伯仁呢 伯仁都因我而死 我感觉我今天讲话好像 有点压力比较重 我都很怕我讲出去的话 又害了人了 当然我现在 的状态也不是很对 心有所忧患不得其症 有所恐惧不得其症 我话还没讲就有点害怕 这个已经不得其症了 所以实在的 没有资格 跟大家做分享 我们就 大家一起来探讨了 我讲的也不一定对 大家针对一些情况 来反思一下 来沉淀一下 好 好 那 在 说到啊 我们能从 历史 或者从他人走过的人生来反思 甚至从自己曾经走过的路反思 都不简单 都不简单 比方 我们的孩子 现在的情况 是一个结果 原因 跟我们当父母的 很有关系哦 我们有没有真正静下心来 反思过 假如我们没有反思啊 当下跟未来 这些问题 会继续发展哦 不会改善的哦 因为没有看到问题 怎么可能改善呢 有一个妈妈 她说最听我的话 我们一听到别人很听我们的话 我们都不要先高兴的太早 好 这些好听的话呢 哎 也容易让我们呢 八风吹动啊 我们自己风 八风一动啊 自己也定不下来 好 要很冷静啊 好 我就 跟他说了 我说很听我的话呢 不是挂在嘴上的 你要客观的来 看待 成德讲到了 我呢 在跟家长沟通的时候啊 讲最多的就是 哎 你的孩子现在自私了 原因出在哪 你的孩子现在很攀比了 原因出在哪 应该我这个色问了 啊 有听过成德 分享课程的 应该印象很深吧 哎 我说 哎 你说你很听我讲的话 这一点你有沒有重视啊 好 那我进一步啊 提醒他了 我说 这个 我这个 这个成德啊 曾经 有 推荐了 我们王伟杰老师 出来谈家庭教育 他讲了不少故事啊 其实我们很容易啊 听着听着就当故事听啊 应该听着听着能够反观呢 才能受益啊 比方说他有提到 他见到一个小孩 到他们家里来 他家是个农场 一般孩子到了农场 哇 就开始奔跑了 释放他压抑的情绪嘛 抒发抒发了 结果有一个孩子来了 就开始 叔叔啊 你那一台车多少钱呢 就开始问 你们家这个沙发多少钱 说实在的 你要了解自己的孩子不难 孩子都还很单纯 你在哪里了解他 在他的一言一行 就了解到了 但是他的一言一行 都是结果啊 你得把原因找到 说我们父母的影响很大 那我有观察到 他的孩子 会问人家 这个多少钱 那个多少钱呢 这个故事都听过啊 可是我们不见得能从听到的故事 能够反观到自己身上来 甚至于我们成年都有一个习惯 一讲问题啊 先解释 很难静下来反思 但是不是谁错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 急功静下来 急功静立啊 急于求成啊 都很急啊 心都比较浮躁 要能看到问题啊 心没有静下来 很难啊 所以古人说 微学第一功夫啊 要降得浮躁之气 定下来 说实在的 现在讲课 也很难 为什么呢 你讲了一段了 他可能对这一段重点啊 他体会的还不是很深啊 比方说 陈德跟大家说 我们要用真心哦 要因无所助啊 而生其心啊 若心有助 其是非助了 我们有助有执着点了 用的就不是真心了 我们接着 继续谈其他的内容啊 那这一点 我们真的领会到了吗 我们领会的不深呢 就用不出来了 可是问题是啊 你一直强调这一点呢 听听听 哇 他听烦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呢 师长老人家讲经呢 他可能这一个月 这两个月 一直重复 同一个问题 一直强调同一个重点 这也是应激说法 因为 因为 也体会到我们呢 重点 讲一次 讲两次啊 他不会重视起来 他也不是故意的 所以古人这个交织啊 左边两个叉 下面一个孩子 右边呢 是一只手 拿着树枝啊 这个 右边这个是 耳提命命啊 要不厌其烦 很有耐性 那左边呢 左边是 两个叉 就是 第一个叉呢 父母长辈化的 第二个叉是 小孩化的 身教 一个字啊 就把教育最核心的 精神掌握住了 身教跟耐性 可是我们 冷静观察自己啊 我们要教育孩子 我们首先提起来 是身教跟耐性吗 我们可能 首先提起来 是要求啊 要求孩子 不是要求自己的 强者先迁啊 佛我们这句话 很重要啊 我们哪一个念头强啊 熏习道的 正确的观念 心态 要熏到什么 熏到境界线前的时候 这个观念心态 掀起来 而不是我们 没学以前 那个做人做事的 观念心态 所以这个 闻欲恐 闻过心呢 不简单 我们本来比较习惯的是 闻过怒 闻欲乐 我们当领导的 不简单 我们要突破这个 闻过怒 闻欲乐 人家才敢给我们讲 实际的情况啊 讲真心话 不然 当领导 有权了 人家都给我们讲 好听话 我们就听不到 实际的 情况啊 我跟这一位母亲 提到了 你的孩子也会问 那个要多少钱 他第一个反应 我们从来没有 在他面前 谈这个钱的问题 那大家想一想 那人家对方 第一个反应是这样 你说 我接下来的话 还能继续讲吗 他都说没有了 所以当别人 在提醒我们的时候啊 这个心要先定下来 先多听人家讲 哪怕人家讲的 有点过了 都要先静下来 把它听完 不然人家以后 不跟我们讲了 这个要学唐太宗啊 我们那个解释是 惯性是很强的 常态中 别人讲的 过了 不对了 他都不当场去支持他 不然 他为君者 他是有威言的 人家要 提起这个 勇气去劝他 是不容易的 伴君如伴虎 不然他一生气了 他可能命都没了 当然我们现在 没那么严重 可是在这个时代 人家都不愿意得罪人了 所以 有亲戚朋友 可能提醒我们 那个都是很可贵的缘分 陈德 就跟他说了 而且感觉 他对我的信任 很高 我说 纵使你没讲 我们要 横顺众生嘛 他已经说他没讲了 那我说纵使你都没讲 你的意念有没有 你只要你的意念还有 都在影响你的小孩 都在影响你的小孩 念头啊 是有力量的 最近我们 最近我们 听另外一个家长 他有提到 他的孩子 曾经问他 是棍打人 还是言语打人 还是言语打人 孩子问这个问题 我们要听时聪 那个棍子打人 皮肉之痛 那小孩不 不往心里放 他三天 他可能当天就忘了 可是你用言语 用那个 很粗暴的言语 可能孩子 痛多久 可能痛一辈子 我们都见过 学传统话的家长 很生气 对孩子讲 我跟你断绝父子关系 甚至 情绪起来 孩子不听他的 来你去死吧 你说 讲这么情绪化的言语 但前提是什么 要求他走传统话 结果孩子 不能照他要的意思做了 这样的言语就出来了 你说这个 怎么忽宁孩子 走传统话 这是适得其反 结果 我们要了解 人是有情绪的 他在哪里抒发 他到学校去 受了委屈的 回来父母一抱 父母一安慰 化掉了 但是假如回到家 他父母也是这样的言语 他的情绪一直积啊 一直积累啊 最后会怎么样 最后他扛不住了 这个太上感恩篇说 立上失色 以前的人 为了达到他的名利 分配很多工作 把人都给 压到 生病了 他身体 透支了 甚至于工作压得太重了 最后啊 人民下属自杀 受不了了 我们一听 这些历史故事 哎呦 怎么这么夸张啊 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下属呢 我们假如 没有去体恤孩子啊 我们 拿着传统话 可能逼到孩子 喘不过气来 所以我有印了一段 印光祖师的教诲 我们待会一起来探讨 我们当家长的 不要学了传统文化 产生一个执着 不走这一条路 就没路可以走了 甚至一样 现在有家长就是 你一定要给我去读汉学院 这个没得商量 我看现在有很多小孩 一听到英国汉学院就害怕了 行行出状元 而且不是每一个孩子 他的因缘 就是走 红法的路啊 就是讲经的路啊 而且有可能啊 他本来是可以讲经的 被我们逼到啊 反感了 把他的缘给断了 说不定他是像 比方说胡晓琳老师 他是做企业的 做了企业之后 他有落实传统啊 他也是出来红法 哪有说 一定是要把四书五经全部背完了 然后才能红法呢 所以不能出现执着点了 一直成病了 那像承德 跟大家分享传统文化 那我也是遇到师长才学的 我以前四书也没有背啊 当然大家听完 不是说四书不用背啊 所以现在讲话真难啊 我什么都没有说 大家也什么都没有听 这样是最好的啊 我得说而无说 大家得听而无听 不过我讲这个话 好像又有点要求大家 我还是真的什么都不说了 比较好啊 所以刚刚提到 我跟这个家长讲了 你言语没有讲 你言语没有说 跟他讲 那个多少钱 这个多少钱 可是你自己的心念 有没有很在乎财富 在乎地位 在乎权利 刚刚引出了另外一位家长 他听到他孩子说的 言语打人痛 还有一个是情绪打人痛 你一句话都没讲 可是给孩子压力很大 师长常说 我们不能责怪啊 我们爷爷奶奶或者父母 为什么 他们也没有很好的学过啊 先人不善 不是道德 无有余者 书无怪也 因为传统文化忽略了几代人 谁先明白 谁先开始做 不能谁先听闻 变成去要求 搞得全家人也不敢学了 所以 我们这个家道啊 好的要传下去 不是很妥当的部分 我们自己 要从我们自己的心做起 然后不要再影响下一代了 这个也不简单哦 我们认识一位男士啊 我们认识一位男士啊 他的父亲啊 打他 很凶 其实那都是情绪发泄 哪有时候真正爱孩子会打得很凶 这一个男士就说了 我以后当父亲啊 我一定不这么做 后来他结婚了 有了孩子 非常 痛苦的告诉我们 他现在也打孩子很凶啊 为什么 他从小就是看这些不对的 对的 他没学到啊 而且啊 除非我们有很高度的警觉性 不然我们阿拉耶士里面呢 不好的种子也有啊 遇到错误的示范呢 也容易把我们 这些不好的种子掉出来啊 家庭是这样哦 我们要有高度的警觉哦 比方说 孩子成绩啊 你不满意 然后脸呢 拉得很长 没有骂人哦 脸拉得很长啊 那个孩子压力很大 用情绪 无形的情绪啊 在压迫孩子 那有可能我们自己啊 以后当父母的 也会用出来哦 这一段时间呢 跟这个王伟杰老师 有多一点交流 有一些 他的做法呢 跟成德父母的做法 一样 比方说 从来没有要求孩子成绩 然后面对孩子的未来呢 从来没有说 你一定要给我做什么 你在乎 你你很在乎成绩了 那个成绩就是孩子得失心 起作用的因缘了 你把孩子的心 护好就好了嘛 你把他好的习惯 养成就好了嘛 那养成是 你整个家庭 有读书的氛围啊 你家里有爱了 孩子的内心 不匮乏了 他就会去摸索 以服务为目的的人生 哪一个行业 他觉得有意义 他自己会去摸索啊 你当父母的就是 全力支持他 他整个价值观 是在你潜移默化当中啊 就建立起来 不是你的控制要求 建立起来的 控制要求可能适得其反 但是不 要放下控制要求 我感觉 对当父母的人 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了 好那刚刚跟大家提到了 家庭里面呢 那个不对的 会传下来的 包含团体 我们也有观察过 比方说团体 这个领导很强势 底下的人呢 怨声在道 后来 这个主管走了 从底下呢 调上来一个当主管 结果这个人的强势啊 没有输给走掉的那个人 那个错误啊 在家庭里面 继续在 因果相续 在团体里面 继续在因果相续 我也有了解 有同修 遇到团体的领导者 很强势的 做了很多 让他很难受的事情 但是我们呢 遇到这样的境界啊 还是要回过头来啊 互念自己的心呢 为什么 因为我们 遇到这样的事 我们假如没有调伏 我们这个抱怨的心念 这个心念 还在持续影响自己的心 影响自己的家庭 影响自己的孩子 我们现在觉得 我的孩子是被团体害的 问题是我现在的心念 也在害我的孩子呢 你看我们还是容易 看 往外看问题 没有 没有 当下 看自己的心念 比方说这个主管 他有太多的行为 我们实在 无法接受 其实他的行为 可能我们身上也有 我们真的定下心来 他的错误 我们期许自己 我这一生都不要犯 跟他同样的错 我们会有 莫大的收获 可是这一年 我们转不过来 我们 哪怕 离开这个团体 我的心念 继续跟他 纠缠的 没完没了啊 人说放下了 不是离开那个地方 就能放下了 放下 不是世上放下 心上得放下 才行 转个念 做善才童子 他也是善之士 他教我们 学传统话 绝对不能犯这样的问题 这一念转 以前所受的 这些苦难 都是消灭障 假如这一念 没转过来 以前所受的苦难 随时可以 让我们心情很不好 随时可以让我们 又开始在那里埋怨 所以 烦恼及菩提 这个心念 一定要转过来 负面的情绪不转 佛菩萨加持我们 加持不上 这个很关键 这个念真的转过来了 不再埋怨任何人 不再埋怨任何团体了 然后你心念一转 你的孩子 也从走过的路 学到 我们以后不这样 你的心平了 你才能给孩子 很好的机会教育 转 我们以后学传统文化 我们以后 弘扬传统文化 我们一定不犯这样的错 我们冷静想想 我们以后的孩子 面对的社会状况 可能比我们现在还复杂 我们什么时候 教他包容 教他宽恕呢 当下 有可能我们这一念呢 真正转过来了 殊胜的缘呢 很可能就出现了 因为缘分呢 是靠感召的 能感 是我们的心念 所感 是境界 我们也 遇过 把孩子 送到好几个 传统文化学校 其实我感觉 我们不够设身处地 孩子的状态 你常常换地方啊 孩子 都要适应的 他的心都定不下来 我们也没有前世 不忘后世之世 太激动了 都还没有了解 这个学校的情况 孩子已经送进去了 了解有些情况 又有把他拖出来 然后拖出来之后 又没有很好的 去引导孩子 他也搞不清楚 这些是什么情况 我们的心爱 要定爱 刚刚跟大家提到 这个应阻啊 关于对接世间学校的 开始 应阻啊 是大势之菩萨在来 他的教诲啊 是超越时空的真理 我们现在有一点 要转变 哪一点呢 我们喜欢听啊 新的东西 什么是新讲的 我们都看着这个孩子 在追韩剧啊 我们很生气啊 都是追剧啊 其实我们也很会 追新的东西啊 其实这些祖师的话 都很关键的哦 可是因为祖师已经 远急了 我们慢慢慢慢的 可能就不主动 去学他们的东西了 现在 现在师长老人家 毕竟年纪大了 他的气力不够了 他现在没有讲 经了 我们就 可能慢慢就少听了 师长 讲的很圆满啊 讲了六十多年了 做得很圆满啊 我们得用心去听 用心去观察 就得到很大的收获了 因为啊 这些祖师讲的 这些关键呢 我们没有不断去熏悉啊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了解 他讲的那个深度 比方说师长就有说了 说你要让孩子防止污染 不要让他 拿着手机上网啊 成立在里面 你得把道理给他讲清楚 不然他会说 别人都可以这样 为什么我不能这样 我们当父母当老师的 这个道理啊 要很够啊 孩子会问你的 你那个理要通达 再来我们的心念呢 要用真心去对应 不是强势哦 不只我们的孩子会 给我们提问 我们得要把他讲清楚 甚至于 你还得要跟另外一半沟通啊 你还得跟老人沟通清楚啊 因为教育是合力啊 一起建立共识 来护念孩子啊 对大家 我们要举一反三哦 不只孩子 我们要跟他沟通好哦 我们还要能够跟 相关 影响孩子的家人 要沟通好 而且我们要很有耐性 甚至一下子他不能理解 我们还要委屈与求全 还要横顺 还要 顺势而为 像大雨治水一样 要用疏导的 不能给他们顶回去 压回去啊 不能用防堵的 所以这个都要耐性哦 不简单哦 其实以应主 谈到教育啊 什么最重要啊 母教最重要 你看我们学传统文化 都会觉得 让他都背经重要啊 其实这个不是最根本的 母教为天下太平之源 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最大 三岁看八十啊 所以大家想一想 这个传统文化学校啊 跟母亲的重要一较量啊 哪个重啊 这是应主啊 在文操里面 一而再而三强调的 所以 我们也有观察 比方说 他的孩子在体制内上课 可是这个母亲啊 心平气和 很柔软 他的孩子在体制内啊 可是呢 做人做事啊 都比 在传统文化学校的 还要稳定 还要好 对 所以母亲 母教重要啊 礼记学记啊 这个礼记里面呢 有一段话 我们呢 要重视起来 是在谈婚意 婚姻的意义 婚也者 将和两性之好 世中庙 下以继后世 上以继宗庙啊 代表 这个整个家 家族的传承呢 我们没有把下一代交好啊 那祖先呢 很担忧啊 很遗憾啊 所以 这婚 婚姻啊 也是孝道的落实 所以 故君子重之啊 这个君子是指国君啊 很重视啊 因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啊 家庭安定了 社会才能安定啊 那家庭怎么安定的 礼记里面提的 男女有别 而后 夫妇有义 夫妇有义 而后 父子有亲 先后 我们今天假如不重视这些话 我们所下的 时间 经历啊 都是在滋末当中的 一个人的人格 最重要的 是父子有亲的天性 终身保持 而且 他的人格才健康 他跟父母的关系 处不好啊 他很难发自内心的快乐 他的脸就忧愁了 他去做什么事情 笑得很开心 那个都是一词啊 把这个内心的苦 苦闷了 忘记而已 等这个外在的刺激没有了 他脸上的忧愁又出现了 但是不是说 一定要给孩子 怎样的家庭 怎样的环境 这个也不是一定的 是我们 有没有发自真诚心 去对待孩子 比方说 我们的家庭状况 夫妻已经 离异了 那我们怎么去 引导孩子 面对我现在的家庭状况 假如 我们没有化掉 彼此之间 哪怕已经离异了 这个男女之间 这个怨没有化掉 就是孩子心上的一块结 她会挣扎 她的姻缘 那是她的父亲 那是她的母亲 人生 不可能我们下得起 就是一盘 一帆风顺的起 也会下到 人生很多 很挑战 甚至于我们也 可能 一时 下错绝症 的事情了 但是我们是很 真产去面对的 我们能够彻底反省 人一彻底反省 真产心就现前 孩子跟我们 父子有心是天性 我们用真心了 一下就把他的真心 给调动起来 很可能他心上的结 就被我们化掉了 痛哭流涕 化掉了 不是说陈德现在讲这一段 哇 那我现在是这样了 不行了 真心现前呢 事情一定都往好的方向发展 现在离异的家庭不少 我们也都要有方法去引导他们 去面对 去转烦恼 为菩提 一段话 已经告诉我们了 男女有别 和后 父子 然后夫妇有义 在夫妇有义 有情义 有道义的氛围 这个父子有情 自然起来了 然后终身可以保持 陈德为什么提 提这一段 我们认为很正确的事情 现在 学的人都不一定能认知很深 更何况我们的家里人 可能都还没接触 都还看着我们学的怎么样 家庭里面只要不分工 这个家迟早出问题 这个不能侥幸的 夫妇都出去赚钱的 谁校养父母 谁教育孩子 你说这一段话 我们都很熟 男主外 女主内 我们都 都可以讲出来 可是我们在做了没有 我们一个家庭里面 最重要的部分 夫妻有没有建立共识 去做了 尤其教育啊 你黄金时段 错过了 你以后想教他 都难了 识过 然后学 勤苦而难成 尤其学习提醒我们 像我们到海外来了 好多家庭啊 很有钱啊 然后呢 都让他的孩子 去读知名大学的 硕士 甚至还有博士啊 结果孩子忧郁症 假如这一对夫妻 可以重来啊 我相信啊 他说博士也不要了 硕士也不用了 我的孩子能 身心健康就好了 你看他现在 看着他几栋房子 又看着他的小孩 忧郁 那个人 人生啊 没有后悔药可以吃啊 当然 还是有办法的 亡羊补牢啊 游胃晚矣啊 真的有传统话 就有方法 可是就跟治病一样 拖得越久啊 当然越难治了 越早治 越好治 身体是这样 自己的心理也是这样 家庭的问题 也是这样 那这个家庭的分工 要重视 但是也不能着急 着急的 先生理解不了 家里人理解不了 适得其反 搞得家里冲突很多 然后我们还去跟小孩说 你妈是对的啊 哎 他们都是错的啊 你看 又在搞 对立了 人能 宏道啊 我们的心念 要对啊 才是在宏道啊 所以大家有没有感觉 一件对的事情啊 我们要去沟通清楚啊 都要花 花功夫去啊 光是一个胎教很重要啊 我们自己要认识清楚之外 还要 很有耐性的 去跟另一半 跟家里人建立共识 柔和直指 重要了 大家提到 你没有用言语 你可能有心念 比方说我们现在的孩子 在男女 关系上挑战很大 但是 人的正气很足的时候啊 这个外在的社会风气 不容易影响他 凡为邪所夺者 皆正不足 凡为外所胜者 皆内不足 我们现在孩子在 面对这个男女关系 很难 挤得住诱惑 那这个跟我们的家庭 有没有关系 不可能没关系啊 他的基础 都是靠家庭啊 所以印光祖师强调胎教啊 甚至于强调 怀孕了 夫妻啊 不能再刑访了 这个在文操里面都有讲 不然呢 对胎儿的身心 都会有负面的影响 我们的念头 都会在影响 小孩啊 所以陈德曾经 跟大家举过一个例子 有个学生 挺优秀的 二十几岁了 他突然觉得 妈妈不要我了 跟妈妈打电话 妈妈说傻孩子 我怎么可能不要你 后来想到了 当初怀孕的时候 念头是什么 打算打掉 这个念头 对孩子有没有影响 所以孩子已经怀孕了 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念头 对孩子都有影响 首先我们自己要认知到 重视起来 当然还要跟另外一半 能沟通 所以现在感觉 建立共识重要 我们都要很有耐心 然后不能忽略 祖师讲的这些话 我们现在在努力的 说实在的 都是亡羊补牢 真正的教育 家庭 家庭教育从哪里 从胎教 好 那今天时间到了 交流到这里 应主这一篇 开示 我们先可以看一下 还有很用心的人 把应主 有关家庭教育 整理成一部书 这个文字党 陈德在 请同仁发给大家 我们可以 下一次再来探讨 这一篇 然后也把 应主有关 家庭教育的重点 我们提出来 重视一下 好 今天 谢谢大家的参与 大众请合掌 礼谢法师 慈悲授课 临礼法师 三拜 不为礼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感恩法师 恭送法师 勉诵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大家再见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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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